他曾经是一名中学老师 老师应该会的 我都应该会 而且我都应该做得最好 他被温家宝总理称为 真正懂教育 并有实践经验的教育专家 我就定位成要办一所 国内领先国际遗留的世界名校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刘鹏之为您讲述 他的教育人生 敬请关注 你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教育人生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 刘鹏之校长 刘校长您好 欢迎您的光临 现在在我手里有一本您写的书 《人生未以大事来》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用这个名字来作为你的书名 我觉得《人生未以大事来》呢 他对我的这整个的工作和这个过程吧 我觉得能够反映我的实际情况 那你指的这个大事是什么 作为我来讲就是指的教育 我知道你做老师做了很长一段时间 从六五年到应该说到九七年吧 六五年到九七年 三十二年 但是我在八九年到九七年之间我做了副校长 你做老师的时候你给自己定的这个大事是什么 老师应该那个会的 我都应该会 而且我都应该做得最好 这当时自己就这么想 所以呢 也就是要做一个好老师 一个优秀的教师 那你怎么界定一个好老师 一个优秀老师 他标准是什么 他应该是爱港敬业 应该是中成党的教育事业 再有就是他的这个知识 应该是渊博 教育方法应该是比较精湛 再有就是爱心 要受学生的欢迎 作为一名教师 正如刘鹏之自己所说的 他是怀着一颗爱心 对待他的工作 他的学生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赶上上山下乡运动 刘鹏之响应党的号召 他动员自己的学生 到边疆兵团插队锻炼 其实这些学生 跟他相差也就几岁 然而在刘鹏之的心中 他们俨然就是自己的孩子 我也申请去插队 所以当时的军员队就说 人里都是学生插队 没有老师插队的 就没有批我 自己申请插队没有成功 但是他放心不下孩子们 他亲自陪伴他们 踏上了插队之路 当送到东北兵团的时候 那时候蚊子小眼非常的多 我们当天送去以后 孩子们到了行李没到 整个就没有行李 就在那稻草队里的甩 第二天这孩子满脸都起的是包 我在那儿得了急性蓝营炎 因为这孩子兵团是这个团 那个团的很远 我到处的奔跑 结果也来不及吃饭 而且又着急 1974年 刘鹏之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那时候我国还没有恢复高考 学生们并不重视学习 但是我呢 就是一直在抓他们 除了学校的各种活动以外 也要求他们认真学习 这个班呢 就是一直是优秀班级体 也是学校里面比较突出的班级 也是受到全校的一些关注 最后是北京市的优秀班级体 在89年我当副校长 因为我在当副校长以前呢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 我没有做过什么教务主任 年龄组长 教育组长 就直接被选择当副校长 从一名老师到一个副校长 这个按说这一步上来的 这个肯定会 外面会有很多人的说法 我刚一上来的时候呢 有一些人呢他不服气啊 那你像有的主任副主任 人都干了很多年了 人你该提升没提升 我从底下蹦上来了 而且当时从年龄各方面 比他们也年轻一些 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 还是遇到一些困难的 这个一系列的 那这些改革的动静比较大 而且就他对于有一些人的 个人利益有损害 所以那就是有一些人就不满 不满呢可能他就要想办法 这个威胁你 恐吓你 有一天刘鹏之路过学校的实验厅 在大厅展板上 他看到了自己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哎呦我看凡是有我的相片 不是那脸上滑的那个大稻子 就是那眼睛给扎的那窟窿 要不就脸上给扎的窟窿 到了200年的校庆的时候嘛 那校庆的前夕 我记得就是还有 15天就该这个50年大庆了 那在那个时候呢 就是说学校的各方面工作都很忙 正常的你比如这些改革我都得做 接着我还得要准备这校庆 在我这非常忙的情况下 最后我就接到一封匿名信 那封信上写着就是说 说要杀我 这个他那个不用枪也不用刀 他说用一种叫非力 然后他就说让我一周之内 要暴尸在校园里 看了这种恐吓性的时候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然后怎么做的 我就立刻给报警了 报警了以后 那这个分局的警务人员就来了 然后我在全校大会上 全校教证的大会上 我就说我接了一封匿名信 我说这封匿名信呢 我说我都知道是谁写的 我说如果我要真出了事 我说我会留下一个遗言 告诉是谁干的这事 因为我接了一封信以后 我当时就意识到是谁干的 我就把这人给请他们家去了 我当时就问他 我这么一封信让他看 让他分析是谁写的 他跟我说是这个是那个 我都说不对 我说这封信不是你 就是你手下那俩人 所以我呢也胆挺大的 校庆完了以后 我就配合这分局来调查这件事 调查了这个一段时间以后 基本上就是应该说比较明确了 是谁干的 我就问了那分局 我说这件事情如果要是最后抓住这人 你们想怎么办呢 说拘留15天 我想这人拘留15天呢 等于他的这政治方面 也就是一个污点 我想我的调查 还有我的这个各方面的工作 对他应该有很深的这种 教育和帮助了 所以最后就没再往下做这件事 就放过他了 放过他了 刘鹏之以他宽广的胸怀 逐渐地赢得了老师们的心 在他的带领下 人大附中有了一支团结向上 积极进取的教职员工队伍 改革创新的力度越来越大了 在您上任的时候呢 应该说人大附中 已经是全国有名的一个地方学校了 你可以做一个守城的一个校长 可是你却提出了一个口号叫 国内领先世界一流 我分析了我们学校在地处 地理位置在北京在首都 然后呢又在科学院的附近 所以呢就是说他的这个资源 他的信息 我们的老师他们都很优秀 又很朴素 师德也比较好 那么根据这些的分析 和我到国外呢去参观访问 以及到这个其他城市去参观访问 我感觉我们的学校有能力 办成世界一流的学校 所以当时我就定位成 要办一所国内领先 国际一流的世界名校 世界一流的中学 世界一流的中学 应该说没有什么人提 就是他的教育理念 应该是非常先进的 他应该有世界一流的师资 有世界一流的生源 有世界一流的这个设施 再有呢就是他的这个课程设置 应该是世界一流的 他的课程的这种深度和广度 应该是非常先进的 为了实现建设起世界一流中学的愿望 刘鹏之大胆而果断地采取了一项措施 引进了一批博士 担任人大附中的教学和管理工作 当时是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让你觉得我应该招博士进来 我就是访问了一些世界上 那些国家的中学 那么有的国家的中学的老师 水平全都是硕士 也有的是有一部分博士 另外呢我想我要办一所世界上的 一所精品校 将来为国家 为人类 就是各个领域里能够是属于 拔尖人才的苗子 就是培养一些好的苗子 那由谁来培养啊 必须得有高素质高文化高层次的人来培养 王潇玉是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博士 2003年王潇玉博士毕业的时候 工作已经基本定下来了 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 却是他改变了当初的决定 成了人大附中的一名老师 至今王潇玉还记得刘鹏之校长 当时面试他的情景 当时刘校长呢 他没有像一般的领导那样 居高临下地问你 哦一些问题啊 他只是就是看了我的简历之后 他就说 他说那个 其实你不要把人大附中 看成一个一般的普通的中学 它真是一个综合性 它就有很多综合性的 就是类似一个综合性的企业那样的 你来的就会知道了 他说如果你想了解什么 我们会提供一切的方便 我的感觉真的非常好 而且刘亚长说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随时可以联系我 对于所有的中国人 尤其是生活在北京的中国人来说 2003年留给他们的记忆是非常深刻的 非典让这一年显得不同寻常 人们一下子陷入了恐慌之中 学校开始停课 单位开始放假 街上突然没有了川流不息的人群 我们就是毕业的手续不就办就推迟了吗 但是大学那边就说要办一些手续 比如说签一个什么协议这些 那我们要经过体检 对吧 毕业生要体检 当时医院那种状况 大家可以想象 有一天刘亚长就说 你这个协议什么时候要 我跟他说了时间 刘亚长说 你现在坐我的车去 他把他的车要坐 我觉得很感动 这个事情 如果让一个陌生人进到家里 可能都会感觉到很紧张 我觉得特别容易理解 但是就说 刘亚长说没有关系 你坐我的车去 我会保证你所有的安全 在那个特殊的时刻 王潇玉从刘鹏之身上感受到的 是一种信任 一种理解 感动之余 他毅然选择了人大负重 比较起来 博士生许作良的到来 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许作良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 当时他是中国科学院的博士 辽宁工学院数学系副教授 副主任兼副书记 曾有三篇学术论文 入选SCI 国际科学论文检索系统 应该当时到高校 到科研研所 应该找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应该没问题 所以说我觉得就有点犹豫吧 应该这么说 但是见到刘浩掌 他那种人格的魅力 的确那种反正感染了我 你们听着比较虚 的确人大负重 人大班主 当时我们来的时候 就给我这样的一个感觉 一种就是追求卓越 追求完美 追求这种创新 就是讲求真务实的 这样的一个班子 他也是一个 就觉得是一个 老师这个团队 也是一个高素质的 高水平的这样的团队 那么总而言之 就觉得是一个 干涉的地方 我觉得是一个 能够我自己觉得 应该能够 大有可谓的地方 许作良最终 也选择了人大负重 从1999年 引进第一位博士生开始 直到2003年 人大负重 引进了20多位博士 这些博士生 之所以选择人大负重 很大一部分 是源于刘鹏之的人格魅力 博士们的到来 为人大负重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世界一流的师资 应该是基本上 按照你的这个思路 在进行着 是吗 你觉得现在满足吗 现在这种状况 不满足 不满足 永不满足 永不满足 因为我们的师资 我们不能保证 每个班的老师 都是那么高的水平 所以这个师资要是不断地培养 还有一些老师 还需要提高 为了提高老师们的教学水平 挖掘老师和学生们的潜力 刘鹏之提出了 人大负重的办学思想 尊重个性 挖掘潜力 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 一切为了祖国的腾飞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 九十年代 刘鹏之提出了 超长教育的主张 是怎么想起要做一个这种超长教育的主张 因为我从事教育几十年了 那我认为在我们的这个学生中间呢 他有这个 他从智力来讲呢 是不一样的 而且对于每一个孩子 他在这个 他每个人的这种特征不一样 特长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学校里面 怎么能给这些孩子搭平台 创造适合他每个人的教育 所以我们就提出来了 就是办的这个超长儿童班 超长班有一个学生叫王雨昕 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写生 八岁的时候举办个人画展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绘画天才 数学却成了他难以攻克的堡垒 幸运的是 刘鹏之魄力把他招进了人大腹中 使他有了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 刘校长对我的帮助 确实是 确实是 在我一生当中起非常大 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不是站在一个校长的角度 看待我们这些学生的 他是站在一个 朋友的角度 去看待我们这些学生的 对于目前已经享誉世界的赛车手 程冲夫来说 刘鹏之校长对他的帮助 同样让他难以忘记 由于频繁地出国 中国参加各种比赛 程冲夫常常落下许多功课 人大腹中专门为他组建了一个补课班 17岁的时候 程冲夫成为英格兰福特方程式提姆车队车手 也是中国内地第一个走出国门 加盟欧洲方程式车队车手 人大腹中为一个学生或几个学生 开一个班的例子 还不仅仅是程冲夫一个人 另一位因为父母离异而导致学习成绩下滑的学生 同样也享受到了如此的待遇 一个孩子一个班 两个孩子一个班 对 这一个孩子一个班呢 它呢是属于就是这个 从小就是家庭的这个温暖 就是没有得到 而且呢就是性格性情也不好 所以特别爱打人 他念到初二该念初三的时候呢 就是说他在班里面对别人影响非常大 那他想从初一再重读 所以一般来讲呢 就是说像这种孩子 老师们大家都巴不得赶紧给他送走 要不就太费劲了 所以你再给他那个到初一重读 一般都是不可思议的 可是当时我想这孩子向学校提出来 他要重读 他想学习 你不给他 那他的结果就是初三 完了以后 他就不会考不上任何的学校 他就会到社会上流浪 这样又出来一个废品 所以最后我跟学校 其他的领导一块商呢 就给他重新从初一读 读到一年半以后呢 他又开始打人 最后就给他一个人办了一个班 现在这个孩子怎么样了 毕业了 人大附中尽可能地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成为对社会 对国家有用的人 为了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 人大附中还开设了德语 日语 法语 俄语 西班牙语 英语化学 天文学 每数音乐 多达150种的选修课 那像这样的选修课会不会影响 分散学生的精力 从而影响 学校的升学率呢 就是说这孩子的这种智力 这个被开发 而且他的潜力也被挖掘 他就增强了他的自信心 而且他的合作能力 他的这种团队精神 那么他在这个学到这个文化课的时候 他这个学科课的时候呢 他也会就变得很聪明 而且呢能够效率也提高 就是说我们搞的这些社团呢 这些选修课不仅没有这个影响 升学率 实际上还是提高了升学率 在国际数学 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中 在世界中学生足球赛中 人大附中的学生们屡屡获奖 人大附中的学生们还参与了 人类基因项目研究 首次让中学生的名字 登上了世界自然科学杂志 人大附中的交响乐团 舞蹈团合唱团经常出国演出 他们把人大附中的名字 带到了世界各地 人大附中还是北大 清华等重点大学的重要声援学校 如今人大附中毕业的学生 遍布世界各地 有的已经是哈佛大学 斯坦福大学等世界名校的终身教授 然而在人大附中取得的这些教人成绩背后 却是刘鹏之校长 几十年来作为教师 作为校长的 无私奉献和付出 一路走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最大的感受 我觉得应该说是很辛苦的 虽然我这一辈子工作这么苦这么累 但是这些孩子们培养出 他们在各个领域里 能够就是说出类拔萃 我感到这个是很欣慰 这是我的学生 看在刘校长说起来的时候 最欣慰 最快乐 最高兴 最难忘的事情 依然是你的事业 你的学生 作为一个女人 你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我最大的遗憾 就是说我对我的家人 对我的父母 我的女儿先生 以及外孙 我的姐妹 我觉得我对他们做得太少 我的外孙 现在我觉得他非常的聪明 我每天 我每次我都是看着他 我就下决心要教育他 要帮助他 可是我几个星期一个月 我都没法 没有时间去看他一次 我心里的特别的愧疚 我觉得就是这个孩子 看着他一天一天长大 但是我对他付出的太少 这是一个遗憾 所以我失去了很多 自己锻炼啊 欢乐啊 休闲的这个机会 人无完人 不可能什么都所得 就是说有得有失 因为我得到的也太多 所以我失去的也不少 这就是人生 一届又一届的学生 从人大附中毕业离去 他们亲切地拥抱 自己的校长刘鹏之 亲切地称他刘妈妈 刘鹏之心里 总是充满了不舍和眷念 经常有的毕业生 在离去的时候 他们会冲到台上 找到我校长 我能拥抱你一下吗 我觉得我说可以 孩子们冲上来 拥抱我的时候 热泪 留下来 我所体会的 这些孩子们 他们不单纯是 对待一个校长 他是对这个学校的喜欢 对学校的留恋 而我的理想 就是办一所 让孩子们 在这里生活 感觉到幸福 感觉到欢乐 当他们走的时候 感觉到非常的流赖 我心很满足 如今在刘鹏之校长的带领下 在全体老师的积极努力下 人大富中最终跨入了 世界名校的行列 他也被温家宝总理称为 真正懂教育 并有实践经验的教育专家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